今年,54岁的刘德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一名奶牛养殖户。2015年,他成立了同仁县龙屋镇朝阳村清鲜奶牛养殖合作社。通过自身的努力和政府的扶持,刘德的养殖合作社逐渐走向正轨。如今,他一共饲养了50多头黑白花奶牛。 刘德告诉记者,同仁县家家户户都有喝牛奶的习惯,特别是藏族同胞,每天清晨都要喝奶茶。而当地唯一的一家靖老院大多都是藏族,所以他从2016年8月开始给靖老院每天送去50斤新鲜牛奶,并且持续了三年多。 刘德说,因为他们每天下午5点开始挤牛奶,挤完之后两个小时以内会立刻给靖老院送过去,保证老人们第二天喝到最新鲜的牛奶。 热共靖老院院长吉仙才让告诉记者,刘德第一次来靖老院时,放下牛奶就走了,也没有留下姓名,他们费了很大劲才找到他本人,对此老人们都特别感恩,而且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都变得越来越好。 原来我们这个靖老院的话,老人们喝的是奶饭,现在我们喝的是鲜奶,三年当中大家这是不容易的,每天要按时到我们的靖老院里送鲜奶,老人们说这么爱心的人特别少,我们特别高兴。 今年78岁的老人欣义表示,每次刘德来靖老院送牛奶时,大家都特别开心,就像自己的孩子来看他们一样,即便语言不通,老人们都会远远地迎上去,热情地打招呼。 老人们温暖的双手,以及和蔼可亲的笑容,总是让刘德感触颇多,他说,只要自己的奶牛厂存在一天,就要每天把这50斤牛奶按时送到。 虽然我们说民族不同,语言不同,但是他们那种感激之情我也体会到了,他们因为每天都在念经,老人们,他们都说都是在给我念好经,天天都在给我祈祷,我的感觉确实就挺亲切的,因为我也很激动的。